中文字幕——YK 中文字幕——YK 但是我们比较着重是在阿美族的风年纪 那其实听众朋友在台湾 各个部落的风年纪是不同的月份的 所以如果你七八月来不及参与 没有在台湾也没有关系 因为其他月份也有不一样的风年纪 也希望说听众朋友有机会可以来参与的到 台湾的原住民目前有16个族群 每个族群都有属于它专属的祭典 有些是专属单一族群 有些专属单一部落 所以像你说我们从一月份开始 一月份开始当然这段时间刚好 整个冬收秋期的时候 这段时间在12月底到一月份之间 大概比较有名的就是 悲难族的大猎记 那你就可以看得到整个悲难族 他们开始如何看他们怎么去进行 大猎记很重要的目的 他有一个叫少年纪跟大猎记 少年纪属于年轻人 大猎记属于青壮年人 大猎记早期的大猎记是要去猎手 出草 那时候是因为 透过猎手是要建构他的部落的 他的威信而且部落的能量 就像现在的国家也一样 过去透过战争建构他的国家 一样 原住民是透过什么猎手 可是有人想如果说猎手 是不是有人说很残忍 可是猎手不够猎一两个人头而已 可是战争使多少人 所以我们常常告诉人 如果猎手是一种战争的话 他是所有战争里最仁慈的一种战争 因为他是一个恐怖平衡而已 可是要猎谁的手呢 有没有一种选择性 有 因为他的旁边有布农组 有排湾组 有卢凯组 这个就是他的 威胁的 对 我会威胁 所以他可能会说 前几年你猎了 布农组猎了我的人头 我们今年要去猎 所以他们去猎 大猎剂是一样 他们去猎 到目前 变难除还是用这样的模组 但是不可能再猎手 他们在过去传组 是因为我要去猎手 回来以后 他们会做一个凯旋门 部落里面的妈妈 或是他的老婆 会为他做一个花环 所以变难除很喜欢 带花环的又来 那带花环就在凯旋门那边 等他的先生 等他的孩子回来 你可以想象 猎手的几率是 个百分之五十 你也可能会被别人猎 对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一种心情 所以他们经过凯旋门 所以那个花环是很重要的意义 到目前变难除还是会做花环 可是现在是改成猎山珠 可是山珠有时候也是蛮难猎的 现在 所以现在他们到山上 要像任一个爸爸一样 在山上的时候 完全要听他的 他会找一个心灵导师 这是变难除 到现在还是 所以山下来以后 然后就山上走下来 老年家会走在前面 年轻人都会绕着老年家 一直绕 一直绕 为什么要保护这老年家 一直进到凯旋门 然后妈妈准备一套的衣服 带给花环 就是分享唱歌 这个就是大猎记 所以如果你有去餐艺 可以看到这个完整版 你就会知道 北南主为什么那么强盛的由来 北南主才不到一万个人 竟然 金曲奖的金曲奖有八位 文学奖还蛮多 第一个歌星叫万沙浪 听过吗 还有张辉妹这些地方 季晓晶 陈倩怜 还有胡德乎 都是北南主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新闻说 阿妹回家过风年纪 就是非常重要 就是十一份 十一二十一到隔年的一月三号 所以他们 你去参加以后 你就会看得到 一样 部落风力记 除了云星传承跟哲宁外 他还有安抚家属 所以也一样 他们第二天的时候 当你出国出二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除伤机 所以这一年当中 家里有发生伤势的 这个大部分年轻人 都要到他的家里 唱歌把那个老人家挺出来 就是老人家会感动会哭 哭完以后 OK 除伤过了 不能再伤心了 不要再悲伤了 悲伤了 这叫除伤 他们就这样 这个就在十二月 十二月二十号 到隔年一月三号 你就可以去参加 北南族的大劣机 但是你还是要 要许可 要经过人家 当然你 部落基本上是欢迎 你要先尊重他 现在部落里面 组织比较强 就是你这个青年会 这个青年会 又来做主导 就可以年轻人回去 叫青年会 大概的势力是 算是目前是 炮能力很强 有组织 也有法力股 他们很强 那老人家 目前都退出背后 就是给年轻人来助导 是每个族群 都有一个青年会吗 大部分都有 有些一个族群 有些部落 有单一部落 有青年会 有些族群 大部分都是 以部落为主 像建合部落 卡迪布部落 包括你说 那个出路部落 都会有 他们有八个部落 这样 所以也跟我们听众说一下 要进去部落 去看 丰年纪的时候 可以跟青年会联络 不过在网路上 我们要怎么去搜寻 找到他们 都有社区发展协位 有时候部落 他们也会发信息 他们也会发信息 只是说 只是说你到那地方 不懂你就问 不懂你就问 像你说 像大力纪的时候 他们就是像建合部落 他们都有 有些 当你有些是进去 你不能 他在做除伤的时候 他们的 他们的 把它惯 就是说他们的 他们的聚会所 这个地方是 基本上不对外 他们有些经济 可能到时候 进去的时候 要先问 不懂就问 没有关系 这样子 对 那这是在十月份 台东在对面 有一个蓝鱼 里面的一个岛屋主 他们就 也就叫飞鱼祭 二月份就 招鱼祭 就是 当那个飞鱼 在飞出来的时候 就要做招鱼祭 召唤飞鱼 快来 因为他刚刚还没有很大 四到六月都开始可以抓 可以抓飞鱼了 现在蓝鱼祭 也开放 让游客 在他的 不是飞鱼祭的季节的时候 让他去划 他们的堵木舟 因为蓝鱼的独木舟 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雕刻船 蓝鱼独木舟 造舟是要造舟计数的 因为他是没有铁钉的 所以蓝鱼的小孩子 父母亲从小都要把小孩子 带到山上去 去认识 那个树木 认识植物 为什么 因为一个拼盘树 最小到最大的 至少要20到50几种的 所谓的树木 才能拼凑一台 一艘的拼盘树 所以从小就要让他知道 这个树木的使用方式 怎么去种 就像我早期第一次 到蓝鱼去的时候 他们有一个蓝鱼 一个繁荣园 我们一般吃一吃 纸跟壳 其实把丢到 垃圾桶 对 丢下去的时候 结果那个老人家 就把它捡出来 纸跟壳分开 我姐很丢 我也说不可以丢 原来他告诉他说 我们要 第二天我们上山的时候 纸要拿到山上种 这个壳要放在树下 让它什么 钢肥料 这叫生活教育 对呀 其实我们觉得 听众朋友 你听到这个 会不会跟宛如一样 觉得很多原住民朋友 他可以说是 植物学家 造船家 木工专家 这都不是我们 所谓课本 学校教育里面出来的 对 所以为什么原住民 他是一个生活生态 他身为艺术家 而且他们做的是 体验式教育 他们不会告诉你 要做什么 他一直让你带 一上山一上山 你自然就会 因为你看龙就会 对不对 然后这个就是 这些 蓝蚁 蓝蚁护女就要种芋头 芋头要三年 种芋头 然后再造舟 所以要准备造舟 一手造舟 下船丁 要三年的时间 过去 因为他们蓝蓝蚁 进去船是属于哪孩子 所以女孩子不能碰 也外人不能碰 因为时代会改变 因为现在靠着 观光跟经济 因为船空在也是 所以参门出部落也同意 老人家也可以接受 在那种非季节性的时候 就可以让游客去体验 就像一个人五百块钱 因为这样也不小补 而且让游客去体验 原来不容易 那是用自己用手划的 对 就是原来他们的 是他们的独木舟来划 就是这个就是这个祭典 这蓝蚁说 你可以 因为现在蓝蚁 民宿也蛮不错 还有年轻的艺术创作家 艺术家 还有那个营业餐厅 都非常的漂亮 还带你去潜水 然后晚上去看蓝蚁搅消 等等 他们都做非常 年轻人导演都非常棒 对 就是现在我们要把 年轻人留在部落 是有这个想象 可是你要让他在部落可以生存 可以有经济的来源 这些人自然就会回归到部落去 这个就来 四到五月就是布农族 好 布农族的部分 我们等会再跟听众朋友聊 四到五月份来台湾的部落玩些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 21点听台湾即将在6月30号播出最后一集 感谢您这半年来的支持 而节目仍然将在6月的最后一周 开放现场的call in与直播 您有什么话 想对陪伴我们长达半年的客座主持人 小野老师 向阳老师 戴盛峰老师说呢 尽情把握27号到29号这三天的现场节目 或者您也可以事前来信 由宛如转达 节目的电子信箱是 当然6月的直播节目每天都有不同的主题 6月26号礼拜一周一封客司 听新闻聊人权 我们邀请您谈谈对于死刑存废的看法 当天会由总统府人权咨询委员黄松利教授 接听大家的call in电话 27号礼拜二一直撒野 前来老师准备了两本他的签名书 要送给参与的听众 而我们要谈的主题是 请您聊聊对于实验教育 自主学习的看法 28号星期三 我们先进行的是向阳老师的周四文学夜 当然这一天呢 也是节目快要接近尾声的阶段 这半年里向阳老师谈论了哪些主题 让您印象最为深刻 或者是您有话想对向阳老师说 都欢迎您在28号晚间21点到21点半 直接跟向阳老师做直播的对话 那至于在29号星期四 心灵深处的单元 要请您分享对于现代师生关系的看法 还有典范师者的期待 但深风老师在这一天也会在我们的空中现场 至于30号星期五 也就是21点听台湾的最后一集播出 我们将欢乐收场 也就是听众朋友 您对于到台湾原住民部落旅游 怎么玩有任何的疑问 都欢迎call in进来 风马旅行社总经理李文睿大哥有问必答 总之请大家把时间一定要记下来 6月26号到30号 这五天的时间 宛如将与各个客座老师 在空中接听您的call in电话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回到今天 21点听台湾周五原游会 好我们今天礼拜五让大家轻松的玩台湾 刚刚说到四到五月份 如果您打算这个季节来到台湾的话 除了逛一些台湾的风景名胜 进入部落去做深度的文化旅游 是另外一种体验 所以李大哥 这个四五月是哪一个部落呢 四五月一般来讲是布农族 布农族的部落 布农族这时候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叫舍尔记 舍尔记是舍尖的舍尔 就是耳朵 那为什么舍尔记呢 他最主要的目的 因为原住民布农族 他是一个狩猎的民族早期 他说他的居住地方 都是台湾中央山脉 一山山脉 所以他们叫中部的三大王 北部的老大是泰雅族 中部的老大 平衡的老大叫阿美族 就因为李岛当然是 难以来打悟族了 那因为他们是狩猎民族 所以他们有一个祭典 就叫舍尔记 所以这一年当中 他们就会办一个祭典 舍尔记里面有舍尔还有婴儿记 这是小孩出生的时候 然后要到这个祭典上面去 老年家做祭典 顺便帮他命名 让他快快长大 我们汉人应该也有 类似这样的婴儿的这种祭典 让他快快长大 另外一个 圣灵当中 也是要来报告 跟出现报告 他们一组很重要叫爆战工 过去的爆战工也是讲 我列几个人头 我怎么去追杀泰雅出口 他们就是一个Rap 我大几只山猪 五只羊 两只水鹿 我是部落最强的 第二个又出来讲说 我比你更强 我大十只水鹿 五只蜜蜜 就在报战工 他在报的时候 后面的妇女听到 这才叫英雄 有时候那个妇女就会站在后面 跟他一起 恍惚 所以这个你可以看 过去是 过去是透过狩猎 后来 过去是狩猎手 然后变成狩猎 狩猎现在不能打猎 只能讲 这些年轻人说 我来自台东 我赌的是台大 这真的吗 因为年轻人 因为现在也不能打猎 就是代表说 我在学识上面是很强 我是很会种红礼 或者什么 这个也是说 年轻人比较用 哭手的方式 不过基本上来讲 这种传统祭典 他们还是用 就是口头报告的 就是说我打几只 几三羊 当然其实上也没有打 因为这只是一种形式 一种形式 然后在很有名的 就是会听得到 台湾式的音乐里面 唯一能够在联合国 教官组织被典藏 就是布农者的 祈祷小米红缩歌 叫Bashivuvit 就是祈祷小米红缩歌 然后过期我们都把它翻译 叫八部合影 这首音乐是在 1935年的 日本的音乐学家 黑者龙草 他就听了 哇 怎么中音乐 怎么这么和 然后直接把它寄到联合国 所以台湾的演出名 唯一在联合国 被留下来寄的就是 为什么会有祈祷小米红的时候 最少因为 海拔夜高的民族 对山的敬畏是一千层 各位你注意这 你到西藏的时候 一样 海拔夜高 生活也捡进 他们对山 对天上的这些 是特别的敬畏 所以他们认了一首歌 都唱给天审听的 所以他们唱八部合影 一直唱 各音呼呼的 各唱各的互相拉扯 所以布农属是最懂得 和音的族心 一个人唱第二个 一个人叫土障 两个人唱 只有第三个自然就会和 所以八部的意思就是 八部基本上是四个音 四个音 因为它有泛音 所以变成天象八部的感觉 这个就是 就是说你可以听到 八部合音 但在世道里 很多部落都在办 你也去看 布农属的利益美 第二还可以是 布农属最厉害的 就是烤犬猪 山猪 对 烤犬猪 可是不是很多的部落 都会列山猪吗 对 基本上来讲 真正山猪是 你吃不下去的 因为那皮很厚 我们现在都有改良 山猪跟肉猪配种 肉质比较好吃 我们现在养在山上的猪 叫山猪 所以四到六个音的时候 你可以 你可以看得到 布农属的那种 摄尔记最主要 你可以看到就是布农属所谓的 那个祭歌 平常不容易听得到的 在那时候都被听到 就是在六月份 那七八月就不用讲 就跟他们讲 就是封年祭了 对 就是阿美祖 对 那如果未来听众要来台湾的话 就是封年祭的话 基本上是 每年的七月初 从台东开始 一直慢慢往花莲 到八月下旬 到花莲的马泰安 跟台湾算结束了 所以等于是 每一个部落 什么时候封年祭 都说好的是不是 也不是 以前的部落封年祭是 部落自主自主 因为有头目 他们自己有 有自己的祭司 他们会讨论 后来是因为 农业社会 他们以前采集的社会 不绝对到工业社会 工业社会 现在要请教又不容易 都只要挫 都在礼拜六 礼拜天 东莞中 我们观光局 又希望能够 透过观光 带动地方的观光产业 顺序都把它听好 所以你现在可以 应该现在可以查得到 从7月份 在哪个部落封年祭 都可以查得清清楚楚 所以你上网都可以找到 像观光局的网站 对 7月9号 可能叫做都立都然 在7月10号 可能就是 以湾部落等等 像我那个部落 我在高辽 也可能是在八月初 就是这样 他们在集安的 那个就在7月底 可能八月初 我认为你要参加封年祭 除了刚刚联合封年祭以外 也可以参加泰巴朗 泰巴朗 他有 泰巴朗部 对外看 他有最后一场 所谓的亲人之夜 你们可以下一次跳 他们 实际上 刚刚讲的时候 封年祭还有重要 就是什么 也可以 媒合 男女之间的媒合 对 因为他们在跳舞过程当中 他过去床的爸爸妈妈 会从后面再看 这个男生 好不好 那好的时候 都会把他的亲人带 拉走 你亲人带 因为他们跳到 第十几首歌的时候 他的亲人带会 拿过来放在右边 就是未婚的男生 在里面跳 那如果后面的妈妈 觉得这个 这个女孩子不错 这个男孩子不错 他会把他的亲人带 什么 妈妈去抢啊 对 帮女儿抢 对 拿过来 当亲人带被 拿走的时候 代表那个男人的心 就被那个妈妈 那女孩子 定走了 拿走了 有人会讲说 你哪有可能 对不起 我们过去 和人社会 不是妈妈收了算吗 对不对 所以 拿过去的 就要听他们的老物 去工作 工作 有时间长短 看这个女方的家长 你可以留下来 所以以前的 阿美学传统是 好的男人 是嫁到女方去的 叫从妻儿居 就是说男人 你很强壮 因为男人 你被嫁到过去 代表你是优秀的男人 为什么 你要增加女方的 什么生产能力 所以我们一直常说 阿美族是母系社会的 由来在这地方 不过那个年代 是没有什么 自由恋爱的时候 对 纯粹就是 妈妈看了 这个男人不错 对 凭他的生活经验 这个可以 打几只山猪 列几只山枪 我就定了 这样子 就是说他们 就是阿美族 他们会这样 有时候 有时候像 宛如你 你已经 那个男人 已经就是 你心也有谈恋爱了 又怕被人抢走 怎么办 这个妈妈就 带着你 一直守在她的后面 跟着 怕被人家抢走 因为 又让爸爸跟你讲说 宣示主权 这是我的 这样子 好可爱 对 你在这个亲人之间 你可以看到这个画面 虽然是表演 只是它是把 重建以前的 那个画面 对 你可以看到这个叫亲人之夜 这个你可以去 去场观 你可以看到完整的祭典的歌 最后大家下去一起跳 亲人之夜 那个就很high 这个部分就是很多的 我们大陆的游客 国外客人 都会在那边看 因为它是很正统部落的 那个联合风陵 其实它是比较 华丽光光 家里华会的 那个是很正统的部落 是 七七八夜的部分 这是阿美族 刚刚我们提到还漏掉一个 二月份还有一个叫周族 周族还有一个战绩 叫Miasby 就是那个祭拜天神 那个族很壮观 可以去看 他们那个歌跟舞 还有怎么到各家族去敬酒 还有小米戏这些过程 在阿里山的半山有两个 很重要的部落 一个达邦 一个叫特富也 因为它一个是南州 一个北州 所以这个祭典的时候 他们都在隔壁 隔壁这个两大部落 一个北州 那是不会差到五公里 所以他们的 他们的其他的小部落 都会回来到 母舍那边 一起走这样的祭典 这是二月份的时候 对 他们都是在过年前后 那段时间 就周族的战绩 这个是比较少人会去看的 因为像达邦 他们的战绩 他们去年就宣告 就说不对 不对要开放 是 为什么呢 他如果这是我们的据点 不需要让人家知道 当然我们是尊重部落的想法 当然他也不是说 完全 不是说他基本上 没有开放太多人 说一些旅行团 有他们要去 其他旅行团也不会去 大家都把他误解 旅行团也不会去 为什么 一般的旅行团 你照人去那边看 一个祭典要半天 一整天一般游客 没有办法撑这么久 对就是除了唱歌 跳舞 大家可以融入之外 我就会很好奇说 如果旅行团把我们 放在那边一天 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呢 一般来讲 我们会配合导览 配合导览 有时候会跟几个家族联络 跟着他的家族 到他们家族去拜访 去做家访 这个实际上 透过跟部落的结合 但是这样的客人 毕竟比较少 因为你自己想 你很喜欢祭典的人 不见你很想参加旅行团 因为你时间被绑住了 所以一般旅行团 在真正祭典时间 旅行留业时比较少太推 反正祭典的时候 留业也很少 因为第一个 它有高难度 第二个客人的 时代掌握不稳定 加上很喜欢文化的人 根本不会参加旅行团 所以它很少 所以一般观光客去 他们都是一个 游览车公司 因为招几个 设计妈妈 有空就去看一看 就这样华为就走掉 另外一个可能就是 部落自己的朋友 或是个人的NGO组织 自己的小团自己招揽 真正旅行团 就很少在推 因为我们讲过 它很多的一些的门槛 很多的竞技 所以旅行社也不知道怎么 有时候面对竞技的时候 有时候会很 大家都很尴尬 所以不避免尴尬 就干脆不要推 另外在商业角度来讲 利润也不高 对 刚刚接下来就是 10月份就是一个 我们有一个族群 就是有一个被审计 它是台湾最后成立 第16组的 那个 那个拉鲁 在高雄桃园村的地方 那叫被审计 就是跟被审有关系 那个故事 被审计 对 就是 贝壳的贝 对 被审计 对 那旁边还有 有另外族群 他们会做那个 那个互移的一些 的活动也会有 因为他们在南指仙西 他们有很多一些顾移 所以他们会有一些 顾移节 顾移的活动 顾移就是不是一般 我们所说的这个 钓鱼啊 或者是 渔船式的捕鱼 不是不是 他们是做一个陷阱的方式 对对 就是说 因为他们的文化 跟那个顾移有关系 所以他们是透过 这样的 的祭典 去重新 再凝聚他们的文化 的那个 那个价值 所以你们 他们很多的祭典 都来自于 像被审 也是跟神话有关系 所以刚讲 那个飞鱼记 也跟神话有关系 那原住民的文化 来自 全中的就是 来自于神话故事 透过神话故事 去建构 他的文化的 一个主軸 刚刚我们提到 布农族的设计 为什么要设耳朵 因为他们是一个 打猎的民族 也要讲究 环保跟生态 为什么 从小的小孩子 他们在设计的时候 会请幼儿小朋友 拿弓箭去设那个耳朵 如果你设耳朵 代表你未来是一个 猎人 有点像汉人的抓猪 没有 那这个小孩子 有会跟 我们原住民有时候在 对那种生存的方式 有一套的逻辑 就像早期 以布鲁主来讲 他们以前养狗 狗一下生出来叫十只 可是十只狗 并不是每十只狗都很 未来可能成为猎狗 我们老人家怎么去选择 就是有我们那个塞米 那个盘子 把十只狗 小狗放在 让它咬 咬咬咬一段时间 晃的时候就停下来 那一个站得很稳 那一定是未来的 很厉害的猎狗 相对你在 舍耳的时候 你在舍耳就是在什么 你那种舍耳多的时候 为什么 它是哪一穿过去 当场死亡 第二什么 生态环保 你舍着屁股痛得半死 又不会死 你怎么害人家 所以每一个知己 它都有很重要的意义 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再看记点的时候 如果你要解这个意义的时候 就像你们在 参加风年纪的时候 会勾小指头 就像这样勾的 为什么这样勾小指头 是因为这个 我们小指的 这个是最敏感的 这个最短 你心脏最近 所以因为你记点时 要跟祖先灵沟通的 心灵交流 对 所以很多人不知道 为什么这个人 有人讲说 那一穿这样 好像一穿假的感觉 因为他不懂 真的耶 你那个没有说 我们真的不懂 不知道为什么要勾小指头 对 所以很奇怪 对不对 还有那个 那个群人带也不要乱背 我们是右肩 先写下来 因为我原住民相信 身上都有灵 左边叫好的神在右边 恶灵在左边 中间叫心灵 虽然你懂得判别 是非善恶 所以说你的亲人带 一定要从右什么 从好的地方挂下来 以前我们不能主要 上上去打猎的时候 如果说有那个鸟 急速 从左边 急速这样子飞出去 那我们就要回来 可是有不好的象征 不好象征就回来 好有意思 其实听众朋友听到这 你会觉得台湾有16组 749个法定的部落 真的是让你玩不玩了 如果你真的每一个部落 都想去深入了解 而且又想用五感去体验 融入的话 在台湾要安排好长一段旅游的时间 那我们在下个星期 很快就要到6月30号 现场call in跟直播的时刻 我们就要请李大哥在节目的现场空中 来为大家做一些 关于台湾部落旅游的解答 如果您真的对于部落旅游很感兴趣 或者对台湾原住民有哪些好奇的地方 李大哥都可以回答您的疑问 因为台湾部落它几乎走遍了 然后其实有很多李大哥自己深刻的感触 特别对于国外的朋友来到台湾 可能更不了解我们的原住民文化 其实就连我是深藏在台湾 我可能很多事情都不了解 所以下个礼拜 李大哥会在空中直播的现场 回复大家的疑问 还有好多话没有说 我们就留待着下一集 6月30号再跟大家好好聊一聊 好 谢谢大家 今天我们要祝福你一个美好的夜晚 我们下礼拜五原游会再见 拜拜 再见